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三款现在已经是停产停售的一个车型 大家都知道 奇瑞QQ是最早的跟雪范兰乐池 长得一模一样的那款车 其实它完成了很多人的一个汽车帽 很多家庭在买不起很昂贵的车的时候 手里只有两三万块钱的时候 QQ其实给了很多家庭一个方便的 用车成本低的一个交通工具 就是奇瑞QQ这款车 这是第二代 也是最后一代 一三款 奇瑞QQ这款车卖的不好 是因为大家的消费水平高了 生活条件高了 可能对这种小车的需求就低了 其实并不是这款车不行 这款车自己开了很长时间 其实我特别喜欢这种小车带步的这种车 动力60多匹 三缸 而且冷软风 四门电动 很基础的一个配置 能够满足我对它的一个日常的带步的一个要求 这辆车其实还是很好开 打开发动一仓啊 跟大家分享一下 目前这辆车安全行驶了五万公里 刚刚够五万公里 车来的时候才四万多 目前全车 铁件 原车漆 塑料件有刮蹭 前后杠塑料的大家都知道 目前这台车啊 14年上路的 那市场价格应该在一万三四 一万四五的样 但是啊 由于这辆车的不保值 由于这辆车的比较冷门 可能一万多块钱 就是它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终端的一个售价 14年上路 目前行驶了六年多七年 一万多块钱 其实它比很多的同级别的小车上都有性价比 而且质量品供也都不差 这辆车最大的遗憾啊 就是 奇瑞最终没有给这台车上一个四缸机 三缸 在怠速的时候 在这种负载比较大的 比如说开出空调的时候 它会有一些抖动 它会让人感觉不适 这是这辆车最大的致命的缺点 但是它作为一辆代步车 作为辆城市里边 你去代步 你去买菜 你去接送孩子的 你在家门口开的一辆车 非常非常的合适 车啊 没有事故 完全没有 全车原车漆 坐进车内我们分享一下空间 所有小型车的特点 前排绝对够用 前排两个乘客坐着会非常的舒服 一个开一个乘坐 第二排作为一个应急的使用也没有问题 一家三口可以把空间利用的很好 它一点在哪儿 我们可以把副驾驶挪到前面 对吧 这样后排的空间就比较大了 但是作为辆代步车 还是主副驾驶的使用频率比较高 车全是塑料的 有一个收音机 有USB的接口 有这种很多的小的这种储物的格子 包括说水杯啊 包括说整个的这种储物的空间 四门电动 由于它是中配车型啊 铝合金轮毂四门电动 该有的都有 大灯高度可调 然后电动调节后视镜 就没有什么过多的这种配置了 很简单 所以说它的故障率不是很高 很低 基本上只要不碰不撞 基本上不用你去修 而且三缸的小车非常的省油 我们说了致命的缺点也在三缸上 三缸也同样能带来非常喜人的油耗 前排咱们说完了啊 后排座椅我们还是坐一下 让大家看一看 经常的用途是买些菜啊 存放一些物品 我们做到后排跟大家分享一下 说句实话啊 其实QQ后排的空间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小 它要比同级别的F0空间要好 我们看到啊 细部空间能够达到一拳四指这样一个细部空间 而且啊 车身高度空间 而且后排的这种坐垫的这种角度啊 坐垫的这种长度 宽度 所以外辆微型车 它的空间已经达到的非常的不错了 这是奇瑞QQ这款车的一个优势 我们看到啊 四门电动 它的电动调节座椅的位置很有意思啊 在中央扶手的后端 这样辆小车啊 类似做工啊 还算比较细致 当年官方指导价39,900 落地4万出头 目前14年上路的车县啊 市场价格基本上是在 一万三四就能够买到一个车款非常优秀的奇瑞的新QQ 作为代步车 练手车 买菜车 它都非常的合适 好了 朋友们 想了解更多的车上价 了解更多的汽车知识 关注我们大飞涛车记 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提问私信 您的点赞转发是对我们最好的鼓励 谢谢大家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飞涛车记 给我们留言提问 我们会不定期的给大家集中的回复 好了 这期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